針露 电路打开要用我看 当订了一位听书的人是什么人 订了什么书 我认不认识订书的人 我跟那个认识的人什么关系 后来查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就没处理这个问题了 就变成是拿一些书给我看 那个作者你跟他熟不熟 那个作者背景是怎么样 他里面的东西的资料是怎么来的 他就问我这些 他很可能现在大陆有一些当场的 发生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保密的 不应该在书本里面出现 他们就很担心这个资料是什么流出来的 所以他反过来又追查这个书 我和我的女朋友在公馆 要给他放在手上 他可能是以为我是不能动的 还是出来的时候还是听他的 都没想过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管他 因为他们来香港的话 他不敢在我旁边出现的 因为怕人家拿个照片拍起来 证明他们过来关这个鸡发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 就圆圆地跑开 就不敢在我旁边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 没办法压力很大 又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究竟公开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因为我搞错的话对人家不好的 起码那四个人影响很坏 害了他们 后来我再想清楚的话 我的负担是最小的 我只有一个女朋友 不忘了的话 他将来可以 大不了是关过一两个人 就放出来了 他转机的书是小问题 对吗 所以我就确定是把这个事情去公开 没有未来了 过一天算一天 就是只要是有什么问题要跑出来 我打出来那个 效果就是 跑出来是有用的 如果你在香港待得久的话 你看到出香港人很忙的嘛 有事情不会跑出来的 这个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的 现在他们看法可能是不一样 现在这个说明就是 你可以的话要跑出来 减少那个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 其实我这样回头看的话 我看是香港有希望吧 我拍了 我拍了 我们发布 我拍了 чем一干 就会呢 我们来拍这些地方 究竟 计 感谢观看